《西行记》中猪八戒杀物技能集气,不过孙悟空以及小白狼都是妖,但是这他们却并不能集气。 这是为何呢?第一种就是和妖的特性有关系,比如说猪八戒所在的巨猪,一族生活在山林之中,族族辈辈的,已经熟悉山林之气,可以借助山林之气增强实力。 再比如白骨皇帝乃是一位帝王,死于九地阴氏气汇聚的地方,重生成为白骨大妖。 其他的白骨妖精从他的身躯中诞生,说白骨妖精因为九地阴氏气而生也不为过。 能及九地阴氏气提升实力也很正常,但是像小白狼等提示狼到哪儿都能活。 没有固定的地方,孙悟空是从石头中诞生的,并没有什么特定的集气的地方。 天地之间有许多的气,他们总不能胡乱集气吧? 所以说他们无法集气的原因,和出生的关系极大。 除此之外妖怪也是有,分类型的,一类是可以集气的,一类则是拥有强大妖魂的妖,另一类则是既不能集气,又没有强大妖魂的妖族。 这一点比较有意思猪八戒,沙悟尽甚至白骨皇帝似乎都没有见到过他们的妖魂,而孙悟空,小白狼甚至后来出现的异虎,都有着自己的妖魂,并且妖魂力量还很强大。 孙悟空的不死妖魂,小白狼的狼魂,一虎的虎魂就是如此。